《基本法》 首先要了解中共是一個單一制 就是中國是一個單一制 其實我們不是聯邦,很明顯 所以其實它寫這些法律的時候 喂?喂? 因為單一制國家 所以其實我們香港是under 這個中國的 我們是很難去說 除非是網上 否則沒有可能會說 《基本法》和《中國憲法》是平排的 所以其實這一本是under 整個中國的 它裡面都有寫 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寫出來的 所以其實這一本 所以之前所說的 《高度自治》、《港人治港》 其實這些根本都是謊言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它裡面 第二條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其實人大授權了香港 或者授權了《基本法》 只是有某幾條的權力 例如那些是行政管理權 立法權等等 但是聖儀的權力 全部都是歸了大陸所有的 那這些叫什麼 叫什麼的港人治港呢? 甚至它是 它什麼叫一國兩制? 其實它所說的一國兩制 一直以來 都只是一個 經濟上面的兩制 就好像剛才 Sunny所說的一個例子 就是 香港繼續是根支 是啊,兩個都是Sunny Sunny張 那它的提示的例子就是 就是說 香港是行資本主義的 大陸是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只是在經濟上面的制度不同 但是其實政治上面 其實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一步一步 是這樣被同化和侵蝕的 現在我們看到 《白皮書》出爐 《831》的人大落集 其實可以看到 它直接在干預香港的政治 另一方面 就是我們香港的司法獨立 其實慢慢也是消失 因為它多次人大釋法 甚至人大主動釋法 就是它公然違反了我們 視為憲法的基本法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它根本就無視了 現在所謂的一國兩制 港人自港高度自治 因此如果所以我們是要 講命運自主 講說香港人要 建立香港人的身份 首先第一件 你起碼要有自覺 自覺就是 現在我們要挑戰的 就是中共這種統治者思維 要挑戰的就是 殖民時期流下來的 這個制度 為什麼說五十年不變 五十年不變的就是 將殖民地時期的制度流下來 殖民地時期 什麼叫殖民呢 就是在說我們是二等公民 它那些千二人 提委會的人 或者是那些 梁振英那些 差點講錯字 梁振英那些人 其實他們是特權階級 他們就是高人一等 現在我們在挑戰這些 我們是要平等 我們是要自由 我們就是不希望 有這樣的分這些階級 因此 如果我們是要命運自主的話 那麼首先我們要第一件 要意識到這件事 然後下一步 才是落實去修憲 是 暫時這樣 好 智峰 好 我想我自己都分享自己 一點點 一開始 對基本法的認識 我記得 在我小學 五六年班的時候 讀常識科 那時候去講基本法 書裡面的教科書是這樣寫 就是說基本法 是保障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石 然後甚至跟我們說 基本上是沒有基本法 就沒有一國兩制 沒有基本法 就沒有香港的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 然後這些公辭填充 就硬生生地 就記入我的腦海裡面 我份考試卷裡面就是寫完 基本法是保障香港 然後就有一個underline 然後就是基石 那我就填穩定繁榮下去 這個就是過往 在一個政府的教育 或一個意識形態灌輸之下 基本法的喘息 我想如果當初 基本法寫到明說 0708有普選 或者一國兩制 這件事真的在香港 是如其落實的話 其實可能今天 也都不見得真的學生 會提出修憲這件事 我想其實今天去講修憲 電話去質問基本法 那個起點就是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今天 基本法 押納不倒 但是一國兩制 就是岌岌可危呢 過兩三年 我們常常會說西環治港 我們會說 中共干預 然後民主派會跟你說 今天是民主最黑暗的一天 然後就跟你說 一國兩制英明全失望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 這個問題在於就是 不是不要基本法 但是到底這本基本法 是由上而下 還是由下而上 看回歷史 會見到基本法裏面 固然有一些 很有爭議的地方 例如是23條 單程證的審批權 到為何45條 有提名委員會的存在 等等的問題 但是看回望歷史 你會見到就是 在基本法撰寫過程裏面 八九屠城之後 根據這個司徒華 戴江東回憶錄 他是說 梁振英是強行 不把李柱銘和司徒華 逐出這個基本法的支委會 同時你會見到 原本 原本 當時是寫到明裁說 03年落實雙普選 甚至是說 在回歸之後 或主權移交之後 特首和立法會的選舉 產生難法 是要透過一個 全體的選民投票去決定 即是公投 公投 03年的普選 甚至公民提名的元素 原本全部寫在基本法那裏 但是呢 一個屠城 踢走李柱銘兼司徒華 就把整本基本法 改頭換臉 那會衍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看回在1990年 我們看回今天 政府會跟我們說 基本法是神聖不可侵犯 它很有認受性 它保障香港的穩定範圍 但是看回在1990年的時候 一個明報的調查 民意調查 24% 認同基本法 不滿的 55% 我覺得這個問題在於就是說 今天為什麼學界 或者不同的學生會 或者學生組織 提出修憲這件事 就是因為我們經常 從03年開始說 我們說當家作主 還政於民 到我們上天說 命運自主 香港自己救 其實當香港人 如果你真的希望 你無論是建立身份認同也好 這裡是歸屬感也好 或者你希望在這裡 擁有一個政治的權力也好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說 那個憲法 是要有外力人民的認受 那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說 你會見到 在這個討論的過程裏面 基本法 它指下一個 中共 是用來去滿足這個 所謂 就是 主權移交 即是回歸過程裏面 所謂去握住香港人 有民主回歸之下的產物 我想可能去到這裡 大家都會問就是 基本法要修改 所以 基本法這些 憲法不應該亂修改 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但其實 基本法的159條 根本就是講明 其實理論上 香港人是有權力去修改 基本法 159條說明就是 只要立法會 特首 和港區人大代表 都有三分之二同意 兼特首同意的話 基本法的條文就可以修改 其實本身基本法呢 是給香港人可以去修改改 裡面的條文的 但問題就是 港區人大代表 又不是普選產生 特首又不是普選產生 立法會有功能組別 結果令到159條命轉失望 根本上你想收獻都收不到 所以會覺得 其實未來 我們除了繼續 去爭取普選之外 我覺得更加重要的東西就是 民主不只是普選 兩字那麼簡單 如果我們希望未來去 落實一個真正的民主 是讓香港人當家作主 命運自主的話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們要爭取一個公投修憲的機會 是讓到 我們不是不要基本法 但我們要的是 一本由下而上的基本法 就是這樣 好 剛剛的討論裡面 那麼多的學生組織 都是覺得這本基本法 是不認同 但是有些位置是未清晰的 我想問的就是 究竟大家對這本基本法 是覺得 是應該要全盤否定 還是個別這樣否定 如果個別這樣否定的話 就是我們要保留些什麼呢 還是要刪去什麼 刪去哪一部分 或者去改變哪一部分 或者是究竟 要改變它定立的方式 還是怎樣呢 有沒有哪一部分想說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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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是 剛才我的演說也說過 就是我們應該是 在現有基礎上 它作出一個修憲 還是可能是全盤否定 重新制憲呢 我覺得這個是 真的有很大的辯論空間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一件事就是 就算我們是全盤否定 其實那個意味 不是在於就是說 喂不是喔 那基本法裡面的條文 都是好的嘛 你全盤否定的意思 是不是否定一些 保障人權的一些法律條文 其實不是這個意思 就是我相信其實 可能現在坊間有些說法就是 關於全盤制憲 它那個全盤否定 就是現有基本法的意思 其實不是說針對條文 而是針對基本法的本質 那個認受性 那個合法性 那個是很低的時候呢 那它就是想否認 這一本基本法的存在 而重新去制定一件新的東西 那是透過這件事的時候 那我剛才都說過 就算我們全新去制定一個憲法 但裡面都必然可能有些條文 是跟現在的基本法 是差不多 一模一樣的 那所以其實我想重點說的就是 其實可能無論是修憲 或者是全民制憲 可能都是一個 就是比較政治上的一些話語 就是你看想怎樣去Define它 但是其實實質做出來的效果 都是想構建我們香港人想像中的藍圖 那還有剛才那個發言 我覺得 就是可能都很集中講 一個政治上的一些權利 就是無論是普選特首 還是人大的釋法權等等 那我就是 但是我剛才都說過就是 那其實成本基本法 還有很多位置值得探討 那剛才資本主義都說過 那其實很少憲法 講到明 就是它是特別要走某一種的主義 就是可能大陸它寫到明 就是要走社會主義 那但是某情況上 其實你看回西方的國家 他們不會講到明 是一定走什麼主義的經濟 那所以這些條文 其實都具體可以斟酌一下 那我就覺得這些位置 是可以再討論下去 那所謂 就是 就是 無論是憲還是受憲 那我覺得 雖然這個政治上 可能是有些不同 那但是我覺得 具體出道理的客觀下過 可能都是差不多 所以 我是不能夠 以全職 我跟剛剛Sundie說的 就是我們否定 就是否定它背後那種思維 就是 我剛才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所說的它中統治者的思維 這個是其一 另外 它裡面其實 我們現在要 替結 或者重新寫的 是什麼地方呢 就是 就是 真是一個另一個新的 一個結構 一個新的藍圖來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因為其實 現在我們是 承接我剛才所說的 為什麼會說 這本基本法 或者現在的香港制度 是沿用 殖民時期的一種制度呢 就是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就是 例如 那時候的港督 就是現在的特首 其實它的權力 真的是很大的 就是我們可以看回基本法裡面 它是 就是 我比較有一個位置 我是自己看基本法 就是最近 最近因為提出了修憲 那是會更加看基本法 那第一個位置很搞笑 就是它裡面 行政機關 立法機關 司法機關 它都會寫出來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行政長官 不是歸到行政機關那裡 它是另外一個職權 是一大立 是承犯 承犯指 那樣東西 所以其實 現在我們要 現在我們提出 說要修憲 或者是要去 重新審視的 的東西 就是它是 原來 所以 一個首長 為什麼它的權力可以這麼大呢 現在我們是否 即使 當然 最大的權力 都是人大 因為其實 就算 它裡面 講到 特首是可以很多 最後的權力 例如是159條 剛才所說的 三分二的議員 和港區人大 是同意去修憲的 但是都要去 特首 approve 但是再 上一級就是人大 但是其實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即使普選了行政長官 是不是真的能夠 香港人真的可以重奪 就是重奪我們命運呢 是不是真的 普選就能夠解決很多問題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根本性的問題 就是現在整套的制度 所以現在要 批判的就是 首先就是 剛才那種管治者 統治者思維 另一個就是 現在一直以來 沿用著整套的制度 這套的制度 其實已經是 它本來已經不負民主了 例如其實74條 為什麼 為什麼會限制了 立法會的這麼多的權力呢 是 不好意思 那就是 裡面74條說的 是限制了很多 立法會議員的 提案的權力 那其實這個是 明顯是有問題 因為呢 對於行政機關 是 限制的權力 是不大的 那因此呢 如果我們是要 否定的話 否定的就是 應該是 對現在整個香港的制度去否定 另外也是 對於行政長官的權力的否定 為什麼我們 現在會說政制 因為其實很多民生的事情 都跟政制有關係 好像就是說 承規會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承規會的委員 是能夠 是特首去自己委任的 但是這幫委員呢 就是它其實是 權力都是很大的 例如它會審 東北的時候 那個大江濤是 過不過得到 那肯定過得到 那因為它全部都是紅底 來的嘛 全部都是糧粉來的嘛 怎麼會過不了呢 那所以其實呢 如果我們是 要一步一步來 我自己覺得是 首先就是要 批判了現在 整個這樣的思維 然後呢 就是繼而制 整個制度 那剛剛兩位 剛剛兩位其實都講過很多 在一些政治理念上面 究竟在基本法裡面 我們要修憲 還是重新制憲 那我不會多說的 但是呢 在一個最基本 人民的思維裡面 我們香港人 究竟要怎麼看這個基本法呢 我是希望講一些的 就是呢 其實一個憲法 是一種限權 限的權就是限政府的權 也是一種立約 立的約就是人民 和政府之間立的約 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 基本法好像 只是一些特權階級 政府是用來 一個統治的機器 這樣不斷去壓制我們人民 他講的就是 怎麼去保障這個權力階級 他自己的穩定性 他的管治權威 那但是究竟 我們人民和他的立的約 在哪裡呢 我們人民是不是 可以有當家作主的權利呢 我們的人民 我們的代議士 我們選入他的代議士 究竟是不是真的可以代表到 我們在一個政制上面 我們要的民生 一些政策裡面 可以說得到 那這些情況 我相信大家都看到 現在就算是 除了東北 一些稅制的問題 各方面的民生問題上面 其實我們看到的就是 現在一些功能組別 它就是一個政府 一些橡皮圖章在操盤 就是不斷在那裡吸引 然後通過了 那這些是不是我們想要的 絕對不是 那在這個最基本的理念上面 我相信就算 在一些政治概念 我們一些學生裡面 怎樣想 普通的 就是我們一般的 香港人 我們都要理解就是 這個憲法 不單止是一些 理解政治的人 也都是跟我們民生 非常之有關係 我們究竟要怎樣去看這個憲法 我們香港人 要怎樣去參與 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在這一點上面 我想要補充一下 要做維護國家安全的過程 就是我想 剛才都會說到 我們對於 基本法起初過程的 那個否定 也都會提出就是 我們不是說要 全盤否定所有現有 基本法所有 每一條的條文 我們針對的是 起初過程 但我覺得呢 在修憲和制憲上面 我反而想去提出一個 更大的現實問題 就是 其實當我們說 修憲 或者制憲的時候 其實一般的香港人 未必知道 我們說的基本法 因為問題 就是 其實 在過往官方主導下 那個議式聯邦的管書 從來是不會跟我們說 基本法就是一本的小憲法 或者就算基本法 是不是一本的憲法 建制派或者民主派 那個觀點都是很不同 所以我覺得 與其在修憲和制憲的字眼上爭拗 我覺得直接去說 其實我們今時今日爭取的 只是一個希望透過 全民投票的方式 去實踐修改 現有基本法條文的機會 因為 基本法的條文 從來都可以修改 如果不是 就不會有基本法的159條 但是問題在於 真心 你立法會的地區直選 當然是民選 功能組別都可以很厚顏無恥 去說自己代表著自己的界別的利益 但是 我相信全香港 就算連建制派 都不會覺得那些什麼 港區人大代表 真的代表香港人的利益 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即是既然現在 159條 是要過五關斬六將 即過三重咒 要上去港區人大那裏 拿三分之二同意才過的話 我們就直接爭取全民投票 要修改基本法的機會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正如剛才新年一開始發言所說 這一個其實不是一個所謂 就是很 陣營 或者不同派系之爭的問題 因為即使可能是本土派的 甚至可能是港獨的 或者是成功自治的人 他都會覺得就是 基本法是應該修改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如果是希望 嘗試去有一個最大功因素的話 其實應該 我們一開始可以著眼的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 公投修憲的程序 但是很老實講 在政改運動之後 固然我會認為 我會認為公投修憲是下一步 但是問題就是說 其實很現實的東西就是說 普選都拿不到 更何況是修憲 的確這件事實話都沒有一片 但是我覺得至少就是說 其實我們香港所謂的五十年不變 固然已經變了 但是在2047年之後 我們有機會由一國兩制 變回一國一制 我們既有的所謂僅有的人權 或者法治是 可能一瞬間沒有了 變回一國一制的直轄士的話 我覺得當下我們要面對的就是說 其實今天的公投修憲 或者我們去爭取這件事 就是先是希望普及化這個公投修憲 去質疑當權者制定憲法 那件事先去普及化這個意識 先 好 那麼剛剛 那麼多個學生組織都說了 少少 為什麼要修改基本法的原因 但是有些位置 坊間就會這樣說 就是說 你修改基本法 是不是要否定這個政權 否定這個政權 包括要否定這個中共政權 還是 這個基本法是不清晰 不清晰的地方是 譬如說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當權者和我們人民的理解是不同的 譬如說 你見到言論自由的空間 一路收窄 第一條 第27條說 補助我們言論自由 第28條說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但是警察可以這樣濫權 107條說避免赤字 但是這麼多大白象工程 那麼其實大家怎麼看 我們這個修憲或者制憲 是不是否定這個政權呢 或者究竟坊間其他的說法 大家又怎麼看呢 本港特區 不會能夠以期去 去採取 保存 行政權官 好 其實講到就是說 我們無論是修憲還是制憲都好 我們就是否定這個政權 首先其實基本法這個權力的來源 剛才都講過 可能是來自於 中國那個憲法 是不是第31條 31條 就是根據中國憲法31條 就是整理了這本基本法出來 那麼 是不是說這樣去 就是我們夠膽制憲 或者提出這樣的訴求 是不是正在否否定這個政權呢 我會覺得一件事就是 首先我們必然對政權 是一定的不信任 這個是一定的 就是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們不需要 去這樣去提出這個制憲 修憲 去確保自己 我們港人的一些權利 和自由 是得以保障的 那如果這個政權本身 它是真的做一些事情 是沒有什麼怎樣搞到我們 那我們也不需要提出這樣的訴求 所以其實我們夠膽本身去提出制憲 和修憲這個過程 其實的確 可能對於 其實現在對於北京來講 它什麼都會覺得你搞港獨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已經不是那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反而覺得 它怎麼看 不是一個我會很關心的一個位置 最重要就是我們香港人 究竟可不可以有這樣的意識 自己都覺得 基本法有問題 我們會改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我們長期 是under一個基本法 這一點 是屬於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遊戲規則的話 那我們在它自己的遊戲規則裡面 我們怎麼可能活出自己想要的世界呢 對不對 如果我們香港人有這樣的意識 覺醒 覺得是要變的話 那我相信其實這一點 我們才是要去推動的一件事 或者是要追求的一件事 那我想最簡單 對於中共政權 正如剛剛新一章所說的 就是 我們也是一個不信任 在六四圖城裡面 它到現在 都沒有承認過這件事 沒有為這件事平凡 其實這件事 我們已經是 可以把它稱為一個屠夫的政權 對於這個屠夫政權 在我們現在的情況下 它不斷去管治我們 是可以抓我們的時候 基本上 我們不可能 是信任這樣的政權 那首先有一件事 就是我剛剛都說過 就是 憲法或者基本法都好 任何的法 都是人民和政府之間立的約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就是 基本法當初是起草 是缺乏了我們香港 大部分市民的聲音 我們的參與在那裡 那這個已經是一個 並不是人民和政府立的約 而只是 政府單方面的一個管治機器 一個工具在那裡 那既然這個只是一個管治機器 和工具的話 我們 無論它是什麼政權 我們都不會承認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最重要的 就是 讓我們普及的市民 去知道就是 我們現在 究竟我們香港人 要怎樣跟這個政府立約 我們要怎樣限制這個政府的權利 怎樣去保障我們香港人 自己的地方 我們自己想要的民生 想要的政治 是否一個否定 我視為一個挑戰 因為其實 這一個 因為是一個挑戰 就是怎麼這麼說呢 其實他一開始立這本基本法的時候 就是 剛才說到 他是很蒙滬 是很多奇異 就是他裡面的意思是可以很 就是很弱 不知道他想說什麼 其實他當然是專門的 明顯 那因為呢 為什麼呢 是因為其實立這份約的 sorry 是立這份基本法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他已經想著 在不同的情況 就是在未來 甚至在現在 是透過人大釋法 去胡亂 去再 潛建 或者再加一些新的論述 去詮釋這份這樣的基本法 那因此呢 這份基本法呢 他本身一開始就已經寫得不嚴謹的了 陳左耳他講的話呢 是每一個字 每一個標點符號 什麼 還是不知每一句 全部都是經過詳細討論 如果你是真的詳細討論的話 那你之後就不用人大釋法了 是不是啊 如果這麼謹慎 而且明顯就是因為他那時候 是權 這份法是權宜之法來的 那他因為想著是因時制宜的情況 那他呢 才可以是 就是 他才可以搬龍門 他才可以萬能牽 那他因為不同的時間 然後他就可以說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其實我們在挑戰著 他這一種這樣的 就是 再說一次 就是這一種這樣的統治者思維 另一方面其實呢 現在我們所提出的呢 就是 我相信是對於他那個 兩者 就是中港關係 甚至是當中的主權 的一個挑戰來的 就是我們是要 你寫清楚一點 就是你不要寫得那麼奇怪 那麼幸運 你寫清楚一點 哪些是屬於香港有的權力 哪些是 中共或者人大那邊有的權力 因為現在呢 你全部的字寫得那麼死 你真的就算 我們是改了一點 或者是 小修小譜 其實都解決不了問題的 因為其實呢 你最後 最終的權力呢 都是歸在人大手上 都是歸在中共手上 所以呢 可能你改了一兩條前面那些 那其實都沒有用 所以呢 現在我們是一個 對於中共政權 和他當年的思維 和當年的決定 是一個挑戰來的 主席 主席 我今天發言 是反對特區的 都回應少少個 否定政權的問題 其實我會覺得 否定政權 本身這個爭議 真的不是一個 就是很大的考慮因素 或者什麼的 什麼的重點 因為其實你不會連去 維園叫 結束一黨專政 是不是叫否定政權 大家自有功倫 所以我會覺得 其實根本上現在做任何的事情 都已經是會被人打成為港獨 就是很簡單 剛才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80年代的時候 有人提出 政制改革 是要透過全民投票決定的 今時今日講這件事 就叫做港獨 公投是港獨 但是80年代 提出這件事 那個是誰 不是民主派 茶梁還提出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當時80年代提出 就沒有問題 今天就變得很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歷史問題 在於就是說 其實根本上 退一萬步講 現實就是說 其實中共政權 它本身沒有在人民 拿一個認受性 當時我們說香港的前途問題 在80年代的時候 你會見到 那份聯合聲明 是叫做中英聯合聲明 就是中國和英國 是沒有香港的 問題就是說 當時原本是有三腳等方案 就是說 當討論香港前途問題的時候 中國當然 中國在這裡 英國在這裡 香港都會有代表 去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最後基本上 就是中國佬和英國佬 兩邊談完之後 就說 好了 香港就回到中國 那就變回到中國 其實我們沒有經過一個 所謂全民投票的程序 或者一個公投方式 去決定我們香港的前途 所以我覺得不是一個 否否否定政權的問題 而是從來政權都沒有想過 去找人民 去肯定他們的認受性 或者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人民的認受性 好 好 實驗 這樣大家都說到了 我們跟政權的關係 我們在修改基本法的時候 大家認為應該要怎麼處理 是完全忽略它 不管它 還是我們都要有一部分 去處理它 如果是要處理的話 怎麼處理 其實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剛才我第一次的發言 在一些不同的歐洲的民族國家 一些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上 例如剛才我提及的波蘭 或者英國 他們是整個五三憲法 或者在大憲章的時候 他們的一些制定的形式 其實我覺得是很適合香港去參考 尤其可以看回波蘭的五三憲法 波蘭的五三憲法 其實它的制定是一個跨階級 甚至是特權階級的人 都會一起願意去參與制定的憲法 但是憲法裡面的內容說什麼呢 就是保障農民的一些人權 自由 反對地主的剝削 但是作為地主的特權階級 亦都有一部分的人 是願意走出來 參與整個波蘭民族的一個五三憲法的制定 這個原因何在 那這件事情其實 我會覺得就是 因為當時當然波蘭這個民族 他會面對很多歐洲的強國的一些瓜分的危機 他們逼出這個意識 覺得他們要跨階級這樣連在一起 但是我也覺得他對於香港其實有一個啟示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不單止現在的修憲或者制憲 什麼都好 還是一些民間運動 其實過去可能是比較忽略了 或者是少了一些行動 去吸納一些特權階級 或者是中產階級的人 去靠攏我們這一邊 去同意我們去做的一些行動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些 social movement 或者一些行動 那除非他本身是有真的很多人 是願意去搞革命這樣 就是由下而上這樣推翻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如果這個行動 就是少了一定 可能不同階級的人 如果只是單靠一個階級的人去搞運動 其實我覺得是比較困難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對於我們香港 如果我們現在要制憲修憲 那首先我們第一件事要做什麼呢 剛才你制憲修憲 你一聽到香港很多資本階級 一聽到這件事 肯定會覺得對他的利益是一定受損 一定是會立刻很害怕 或者是立刻很抵制你 那我會比較留意的是 那怎樣可能是制這個 我們的修憲也好 就是在改基本法的這個過程裡面 怎樣可以令到少一些人的疑慮出現 或者可以令他擔憂少一些 甚至可以令他更加一起支持 這個基本法的一些修訂 他覺得修訂了之後 其實可能令你的權利 不一定有很大的剝削 甚至其實對於香港的長遠發展 是會更加好 更加穩定 那其實可能是一件好事 那怎樣在論述上的包裝 吸納全民的支持呢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大一步 那之後那當然 那怎樣最終可以令到 立法會也好 人大也好 是願意去修改這個基本法呢 我覺得這個的確是一個很 很漫長 暫時還沒有一個很 很有說法的一個論述 但我覺得 剛才我都說 那你見到基於第一步 就是如果我們 整個社會的民眾 就是願意 都是覺得基本法是願意去改的話 那我覺得都是可以施加一定的壓力 還有甚至可能是透過一些民間的憲法的約章等等 那都可能會給到一定的壓力 是令到他們要 意識到需要修改基本法 那首先就是 剛剛這章都提過 就是 其實這個是 我們制定的過程裏面 其實是應該 越多人越好的 那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是一定會有 不同的階級的出現 那有一個事實 我們需要承認的就是 其實在現在現況裏面 每不同的階級之間 可能一些特權階級 或者一些我們平民百姓裏面 其實一定會有些衝突面 但是這個衝突面 其實不左右我們在這個憲法的討論裏面 去討論我們要如何保障我們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職業 不同的特性的人 那在這個部分裏面 可能有些人會有自己的憂慮 那其實是絕對可以提出的 那這個因為憲法 是需要保障我們不同人的利益的 那這個過程裏面 究竟如何可以 有些可能商家 他們會覺得 如果破壞了現在有的憲法的話 會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但是對於我們一些被剝削的階層來說 可能其實在憲法裏面 有一些條文 他們只是改一些 一些最低工資 或者最高工資 就已經可以保障到 他們一些最基本的生計的話 那其實這些已經是一些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去認同的部分 那在兩者裏面 其實我們未必一定要 這麼二元對立去看的 但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其實我們要 是以香港人為本位 我們究竟要對於我們未來 整個香港的圖譜 要怎樣走下去呢 那這個是絕對要需要 我們不同的界別 不同的人 去了解這件事 無論我們學生 我們是 有我們的新一代 我們未來 或者我們一些老前輩 他們是有經驗的 或者一些學者 各方面 我們都需要去 一起去討論 整個過程裏面 我們是不會互相去排拒 亦都是跨了所有的 就是政治光譜 或者一些的 就是對於經濟 或者各方面的理解 或者各方面的理解 因為這樣才可以去制定一個 我們香港人都共同 認同的一個憲法 在這裏 2016 特別會選舉之後 就是 無庸置疑 當然是 這個 全民去參與 或者港人的修憲 一定是 更加多人參與的越好 但是 不是說 我們 設入點 或者視覺 是要說 我們要 不同階級的人 這個 要想清楚 我自己覺得 大家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現在我們看回 這一套 這樣的制度 現在這個 基本法 保障的 就是特權階級 就是保障了 統治者的利益 如果你是再參與 當然它是可以進去 但是它不是以一個大商家 不是以特首的身份 下去 它是以公民的身份 因為這樣才是平等 當我們說 立一份 憲法 人民的契約的時候 如果連這個自由 如果連這個平等 都不能夠遵守 這個原則都忘記了 都不能夠遵守的話 那這一份是什麼憲法呢 這份憲法 只會是重蹈 現在這樣的複設 這份憲法 只會是 這個統治階級 是再由上而下 給我們一份憲法 因此 我們去 involve不同的 parties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 是不會是用一個 說 我要請一些大商家來 我要請一些特權階級 或者我要請一些人帶來 而是用一個公民的身份 而其他 我覺得是要連結什麼人呢 我只覺得是 其實 重提修憲 或者是 說 說要命運自主 是將整個公民社會 重新連結起來的 無論是法律界人士 社運的人 可能是 一些政黨 民主派的人士 其實都應該是有責任 其實 你作為一個公民 都是有責任 去重新 去思考 檢討 這一份約究竟要怎樣 以前那份日是有多離譜 有哪些地方有問題 所以 我希望大家 其實想 究竟要怎樣修憲 如何去走下一步的時候 想清楚 究竟我們會不會是 將這個特權階級 這個 或者甚至政權的利益 千秋萬世延續下去 但反而是忽略了 我們作為人民 我們應該要 講的一些訴求 和我們自己的利益 每場運動 去爭取香港人支持 我們一定會說是 全民運動 全民參與 但我覺得其實在今天 當我們 否決政改 都基本上是 二度之內的事 我覺得我們 當然要認清一個現實 就是說 在很多的學者 那些社會研達 很喜歡跟我們說 佔領過後 社會撕裂 但我覺得其實在未來 這個公投修憲的運動 面對一個最大的局限 和面對一個最大的局限 不是一個特權階級 和平民百姓的問題 特權階級 固然一定不會支持 因為他們記得利益者 但更大的問題 是平民百姓 根本不知道我們在說什麼 其實你看到現在政改 去到今天 如果大家有看港大民調 即黃金交差出現 第一次黃金交差出現 大家當然很開心 那些議員在立法會裡面 但你看到之後 第二次黃金交差出現 到今天拉開的距離 你不要記錯 總之差9% 你會見到就是 不論你多理想 你多樂觀 我們多有熱誠都好 那個政治現實就是 原本我們以為 民主派和建制派比 是什麼六四黃金比例 很喜歡說 但當去到政改這個議題的時候 去到最盡 或者最樂觀 都是四四 我的意思就是說 泛民是 泛民四成 建制四成 兩成是由你 最盡都是這樣 所以我想當我們在說 特權家庭記得利益者的時候 我覺得更大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們是要想清楚 當我們今天在說 公投修憲的時候 我們怎樣能夠 將這件事普及化 當然我到今天 我都沒有一個很原真的計劃 跟大家說 做完這十件事的話 大家就會支持這件事 社會運動 從來都不是一朝一夕這麼簡單 但我反而會想就是 其實 政改如果再去重啟 或者再有立法會去政改辯論 是五年之後 是要等到五年 五年之後我都不埋劫了 大哥 所以其實當下我們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未來區議會選舉 立法會選舉 如果今天我們說命運自主 我們說當家作主 我們說我們希望有一個 修改基本法的權力的話 我們怎樣可以將這件事 是擺進去選舉裏面 是透過一個選舉 是成為這個論述 和這個運動的載體 是讓這件事 不單止是每一次集會 這一種的討論才會出現 而是我們身邊的人 親民戚友 他們在面對著未來全港性的選舉的時候 都是能夠接觸到這個議題 因為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民主迷一朝一夕的事 如果我們都要認清真相 就是說 根本上 今時今日 否決政改的人 和支持政改的人 極其兩都是 五五波打成平手的話 我會覺得 修憲這件事 固然是更加難有 拿到人的支持 但至少我覺得 在我們繼續去講的時候 最重要是 把握未來兩年的時機 千萬不要以為是等到三四年之後 再重啟政改諮詢 才去再講基本法 難道真的再爭取2022選特首 等運到的了 大佬 說得很好 我覺得 特別是在選舉那一部分 我們大專政官都會預測 未來區議會都會有一個戰線 是因為 今年的區議會選舉 已經是政府 已經承諾了 取消所有的委任議席 只有 27席的當然議席 即是那些鄉事派的議席 其餘全部都是真的普選來的 如果我們在那裏 可以拿回我們的據地的話 我們民主派 都會有可能的 不過 剛剛我們現在講回 基本法的問題 就是 剛剛 四位都講 我們要 可能會透過公投 或者我們會反對這種 由上而下的基本法 那現在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由下而上 或者我們平等 給回台下的朋友 看看有沒有意見要發表 或者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